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给大家介绍一下乌克兰情况 29号俄军说伏击了一个 试图潜入布良斯克地区的多国特农部队小队 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布了一段视频 展示了来自一个北美的外籍军人 越境进入布良斯克 然后被击毙这么一个视频 我看了视频 因为太血性 我就不能放 说俄联邦安全局展示这名士兵的照片 它是由美国特农部队第75游击兵团精锐 这么一个纹身 还有加拿大的国旗 还有大量的武器装备 说有一个人叫美国人 科里纪纳夫罗斯基 他的军人证是在2024年9月签发 从加入乌克兰军队以来 从入伍训练到被击毙 一个月时间 就这个人啊 可能是一个刚刚加入乌军的这么一个外籍外国人 就这一次 29岁炮兵中士 纳夫罗斯基 他是在2011年8月入伍海军陆战队 当然是美国那个 说在帕里斯岛的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营接受了训练 他是2011年8月入伍 说自2011年以来 他一直在华盛顿海军陆战队军营警卫连担任炮兵中士 炮兵 他为什么过界啊 炮兵当什么到前面冲锋干嘛 干嘛去 这挺有意思啊 乌克兰的这个 这个媒体现在是什么都不报啊 就是但凡是有这个外国人死了啊 其实就外国的乌克兰兵死了啊 他媒体是不报的 咱们回到前线啊 这个乌尔达尔方向 俄罗斯部队在库拉乌沃南部三个地带推荐啊 叫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包括啊 伯格亚弗伦卡 卡泰、里诺夫卡 库拉乌沃这个从北和南两个方向 俄军正在夹击的 俄罗斯武装部队正在试图包围库拉乌沃地区 俄罗斯军队开始迅速向这个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和这个叫特鲁多沃耶 这个方向快速移动 乌军的士兵已经是证实了 乌军一个呼号叫 穆奇诺伊 这个军人他向这个外媒报道说呢 说敌人正在进攻 指的俄军在到达波利亚纳郊区了 而且慢慢的向特鲁多沃耶正在移动 他认为呢 俄罗斯人正在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切断库拉乌 在这个叫沃尔齐亚河以南的交通线 咱们现在看 现在整个的顿捷斯克全部都是围城战 说白了就不是攻坚战了 这个可能和实力 围城战 咱们分析战术 咱们一定要分析战术 借实战经验 分析战术 就是在你能够这个火力优势 对吧 俄军有火力优势 火力优势 一些这个咱们说有优势情况下 选择什么 你看指挥员一般都会选择围 不是攻 强攻 那这个什么巴赫木特 那可能特殊啊 俄军的行动的印证巫军 在应该是第五 第五坦克旅 俄军第五坦克旅的士兵 在顿尼斯克南部战线 这个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升起了俄斯国旗 印证巫砍说的 确实他们已经干了 已经干了 这俄罗斯军队向库拉霍方向推进 库拉霍夫方向推进 占了叫新米特里夫卡村 大约一半 俄罗斯军队从南部推进 至少三个林代向南推进 从村庄的不同方向发行进攻 这个导致俄军进一步深入到 克雷明纳巴尔卡 库拉霍夫 乌军阵地 乌克兰通信社是这么说的 俄军拿下了塞里多沃以后 是顺势南下 冲破伊林卡定居点 威胁到东部乌军集团 最后的后路 你看就是把它包围了 就把最后的乌军集团包围在 库拉霍夫卡 乌军集团包围在这 据说俄军离整个封死包围圈 就剩五公里合围了 五公里合围 想想 不行半个小时就到了 所以这一带乌军如果不赶紧撤 那可能真的是危险 托列斯克 奥斯科尔河附近 咱们介绍一下 托列斯科尔河 托列斯科咱们介绍过 项战 俄军确实是拿了一半 最近两天是遭乌军反攻 那俄军在托列斯科 就是杰尔河附中部地带 乌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俄罗斯军队突破了 叫诺夫哥路德地区的乌军防线了 这个杰尔河附北边 俄军从杰尔河附 就是这个托列斯科 有个杰尔人斯基街 把这个乌军阵地击退 然后呢 这个地区的乌军是以叫 石桥萨街永久性建筑为防御中心 来回的进行拉锯 双方来回拉锯 实际向战 为了消灭乌军 俄军过去一周 进行了一系列的突击行动 在该地区对乌军形成半包围状态 目前综合的战斗还在继续 乌军使用无人机 对俄武装部队突击进行攻击 南边呢 杰尔人斯基 南边有一个杰尔人斯基矿山 这个矿山是乌军仍然占据的 所以他为什么反攻 这个能成功 就是谁占领之高点 谁概率更大 就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 据说啊 这个能够对这个俄军啊 就是实际是从高点 就可以对俄军的这个位置 就能确定了 据说乌军的增援部队呢 已经抵达了 那就说抵达的部队 以这个高点为依托 他可以提供态势感知 你看步兵如果没有态势感知 就轻易不要去啊 进这个城 对吧 轻易不要陷入陷入这个陷阱当中 据说这个啊 乌军还是在东南方森林中存在啊 就是即使是这个 有一部分这个反攻啊 但是俄军啊 俄军现在这个反攻很啊 就进攻很厉害的情况下 乌军还是在东南方森林地带 还是有存在的 这个俄军现在很难防御啊 就在这个城东南方向啊 这个反部 特别是在扎尔巴卡这个区 乌军啊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道啊 以北一系列反攻开始了 俄无人机催毁了一辆M113装甲运名车 现在不知道俄军啊 拿不拿回这条路啊 现在说乌军的迫击炮火力非常强 阻碍了俄突击部队的前进 在城市战斗当中呢 双方广泛使用远程布雷 反坦克啊 雷一眼一眼啊 摧毁掩体啊 阵地 就这种战术在杰尔尔斯克啊 是独一份了 双方使用布雷车 咱们上次介绍啊 乌克兰媒体说呢 俄军逼近了库比扬斯克2.5公里的位置 据说这个战斗没有任何新的进展 也说呢 2.5公里也就是即将对该市 库比扬斯克展开进攻了啊 俄罗斯军队前阵地的位置啊 比乌军宣传可能更靠近 这个库比扬斯克啊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这个 卡多罗夫 卡多罗夫说呢 这个 不再俘虏乌军人员 为什么呢 这个以普京命名的特隆兵大学 遭遇袭击 车人总统说不再俘虏乌克兰军人 就说这个 就直接杀 这是29号凌晨的时候 俄联邦车臣共和国在俄乌开战两年多 首次遭遇无人机袭击 说袭击目标包括总统普京命名的俄罗斯特种兵大学 有建筑屋顶着火啊 所幸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这个就不是乌军的误诈嘛 这个特殊明大学位于车臣东部 古吉尔梅斯市 他距离车臣首府格罗兹尼36公里 大学是在13年由车臣总统卡多罗夫倡议成立 那么以普京的名字命名 是俄罗斯国内唯一的提供特种部队培训的私立教育口 也就是说 其实你普通中国人要想学也可以去啊 就说很多留学俄罗斯的 我觉得你学一门这个 未来你可以当海外工兵的头啊 你是在车臣毕业 车臣特种兵学校毕业 当然这是提败话 就是说你要去留学俄罗斯 我建议你去学军事 这是实打实的 这个比学什么技工啊 去德国学技工啊 要强太多了 也比学什么其他的要强太多 这是实打实的直接上手的 说白了你这份工作啊 这个绝对是绝对是这个啊 你就在这个行业里边就大拿了啊 你是车臣特种部队大学毕业的 你想想是吧 但是这个这个谁要是去啊 谁要去别忘了通知咱们啊 咱们所有的兄弟是吧 咱们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 多汇报是吧 咱们也能多了解啊 给咱们中国挣口气 别怂 很显然这个大学呢 这个是个私立教育机构 就是说你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 中国有很多人已经去了啊 我现在能看到很多视频啊 有男有女 普京时隔13年 当时8月份再次访问车臣的时候 就参观这个大学了 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展开以后呢 这个车臣派了4.7万士兵去 也说有人要报仇嘛 那乌克兰要报仇 这些特种兵其实都接受过这个系统性训练的 你想想谁要 谁要给咱们啊 支援啊 支援这个钱 然后呢咱们派1万人去啊 车臣特种兵大学学习 这1万就是这个黄军孝一样啊 这1万人在车臣特种兵大学 毕业啊 1万的啊 咱们中国的武装部队啊 然后我啊 我敢保证我能啊 我能够什么 能够统一台湾啊 我我不是吹牛逼啊 我觉得你他妈也能干 咱们一起干 是吧 咱们一起传这么一笔钱啊 把1万人派到车臣去学 然后咱们就统一台湾 没毛病吗 是吧 1万人肯定能统一台湾啊 这个 这这种意思乌克兰是把这个战火烧到车臣了啊 卡多罗夫是异常生气啊 他亲自前往这个大学检查了受损情况啊 命令在短时间内要修缮啊 卡多罗夫誓言是不会咽喊这口气的啊 要加倍报复啊 他们咬了我一口 我会帮他把他们全消灭啊 很快就会展开报复 这是卡多罗夫原话 这种报复呢 说他们自己可能都无法想象啊 我们绝不允许他们与我们开玩笑 说已经展开调查 而且是相关责任要面临惩罚 就是说法里已经找到这个 据说啊 已经是找到是谁下的命令啊 制定这计划 实际他能无人机打 无人机去打啊 车臣可能内部啊 有内鬼 就有人将这个坐标情报 提供给了乌克兰情报机构 那那这个卡多罗夫说报仇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卡多罗夫可能对基辅 展开报复 因为这帮人肯定是在基辅 当天值班的防空部队啊 可能也没有啊 也没有人去这个啊 立刻报应 然后发射导弹拦截 你说值班的防空部队 可能是玩虎之手啊 要把这人乘出 对吧 他也应该有低空的警报啊 他也没有警报了 最直接报复行动开始呢 也说 可能这个卡多罗夫 这个车臣的部队啊 他的部队在前线可能开始啊 就加强一倍的攻势 揍无军啊 而且明确表示不再俘虏乌克兰军人了 就意味着一旦是落到车臣手里边啊 基本就死了 没有俘虏 全部击毙 啊 那就没有生还可能性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报复 可能就是特种渗透进入这个基辅 这个值得咱们关注啊 他有这个能力的话啊 我就是咱们一万啊 一万中国啊 年轻小伙啊 咱们这个年轻小伙啊 对吧 这个去车臣特种部队学习 是吧 如果这能搞定的话啊 咱们统一台湾 咱们不用共产党的部队 咱们自己的武装部队可以干啊 咱们不用了